脖子上长小肉粒是怎么回事? 脖子上长小疙瘩、长痘痘、咽喉肿痛的原因竟然是长期受凉加脖子长年外露,病毒、细菌、毒素就会侵入身体,经常堆积的部位就是脖子了。 淋巴肿大你也知道,脖子上最多的器官就是淋巴,一旦病毒、细菌入侵后,就会进入呼吸道和口腔,这就是为什么抵抗力差的特容易咽喉疼痛、咳嗽了,当受到感染的淋巴一回流时,脖子是第一站,第二站就到了腋下和腹骨沟。 肠痘痘痘斜斜线肉流的五种情况及原因一,肠痘痘同时在面部肠痘痘主要原因,在内,面部淋巴毒素代谢困难,导致毒素蔓延至脖子,在外,肠痘细菌感染至脖子,毒素给了细菌繁殖的沃土,但一般淋巴代谢好的,不会有这种现象。 就像脸上肠痘,不见得全身都长。 二,丝状油主要原因,丝状油就是小肉流,就是刚开始说我长了两个,吓死我了。 这玩意如果是最近长起来的,很有可能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,原因是抵抗力差就会很容易生长,而我正是这个原因。 治疗方法有三种,雷射,手术,冷冻,而我一个都不会选,提高免疫力才适应道理。 三,毛囊炎或皮脂腺发炎主要原因,脖子上肠小肉疙瘩病出现痒的现象,那么应该考虑是毛囊炎或皮脂腺发炎。 这时候就要注意避免辛辣食物,低脂饮食,适适勤用热水清洗,不要挤压,可多按揉颈部淋巴。 毛囊炎四,脂肪力主要原因,脂肪力多见于女性,因为新陈代谢慢导致肌肤老化得快,所以很容易长出脂肪力。 出现脂肪力对健康影响不大,只会影响外在的形象,平时可吃一些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或者喝一些胶原蛋白粉进行改善。 五,淋巴结肿主要原因,你在做外科体检的时候医生都会摸摸你的下巴及脖子,就是在为你排除是否有淋巴肿大的情况。 淋巴结肿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,但是到了病症的后期就会有很多淋巴结肿大加重,肉疙瘩变得越来越大,严重的可压迫颈椎,使颈椎出现严重的变形。 死病多发于从事重油烟处工作,辐射大,噪音污染大的工作群体。 淋巴结肿出现以上情况的朋友大部分都有共同特点,脖子暗沉或赤红。 如果你也有类似情况,就要重视起来了。 颈部淋巴结负责处理头部的毒素,如果这里堵了,毒素不能及时排除,加上气血不通无法及时为头部供养,就有可能带来头晕,头痛,记忆力下降,偏头痛,老年痴呆症,脑梗,脑血栓,视力下降,听力下降等问题。 平时可以吃一些绿豆,蜂蜜,洋葱,黑木耳来进行灵排毒进行食疗。 颈部按摩步骤一,双手四指由下至上轻轻按摩颈部,同时也为颈部皮肤做好按摩前的放松准备。 二,右手四指按压右耳根与下汗相连接的地方,此时可能会有些许的酸感。 然后沿着颈部曲线,经左侧颈部至左侧锁骨处,按压锁骨凹陷处,再经过锁骨,滑至左页下。 甩动左手,以排除毒素。 以相同手法,用左手按摩另一侧颈部。 三,双手四指同时按压两侧锁骨的凹陷处,同时配合伸长的呼吸,保持五横线八秒钟,再按两次。 四,双手的中间三指的指度适度用力地按压紧后两侧的凹陷处,然后慢慢滑至前面的锁骨处,并轻轻按压,以舒缓整个颈部。 五,双手按压和揉捏肩膀处,以缓解颈肩部压力,帮助体内的废弃物和多余脂肪通过毛孔排出。 脖子上长小肉粒,千万不要忽视。 就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四状油,情况严重的油油一定要去医院检查,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治疗。 遇到可会条件啊。 请 Farciendo� victories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